各位標聞你們好 今天看到這盒寫著Boulevard 那盒寫著Boulevard 那盒寫著Boulevard 也知道是Boulevard Boulevard的手錶 我真的發覺它現在 尤其是推出多了的Archive Series 復古系列 越出越棒 大家看到那盒小冊子都知道 這支錶真的非同返響 叫做Boulevard Computron 它有Equatron 當時亦都推出過Computron 七幾年的時候 事源於1972年 第一支LED手錶出現了 但不是Boulevard出現的 而是Boulevard的對手 因為Boulevard是美國公司 當時有另一間美國公司 第一支1972年推出了 史上第一支LED手錶 是哪支? 就是我之前介紹過的Hamilton Pulsar 就是Boulevard的手錶 大家記不記得嗎? 所以Boulevard一定不會輸蝕 又跟另一間公司 一起去研究出LED手錶 結果就有了Computron的出現 所以Computron和Hamilton的Pulsar 真的叮當碼頭 打對台 今天就看到這支手錶 還不單是Computron 是Computron成D-Cave的特別版 那甚麼是D-Cave呢? 原來它是一個元宇宙 即是Metaverse的社區 嘩! 說完大家都不知道是甚麼 總之就是NFT、Multiverse、元宇宙那類 如果你不明白也很正常 還是看錶 這支錶本身已經非常棒 它旁邊是32mm Luck to luck 就40mm 所以這支錶其實一點都不大 但起初我怕會很大隻 唯有厚度度度最厚的位置 最厚的位置是15mm 這支錶跟Hamilton的Pulsar完全不同 Pulsar是多些曲線的位置 這支有很多零角、四四方方、起曬角 真的很棒 而且它看時間的位置 大家不要誤會是頂部的電腦板 那些電腦板只是露出來給人看 其实看时间就像之前介绍那些赛车手标 要在旁边看才行,不是在上面看 这条带也挺漂亮,而且它收了在 Tapering 我觉得非常吸引,像我之前Hamilton MTX 的版本 Pulsar 也缩了下去,给大家看看底部 底部有箭嘴给大家看,Open Close 基本上你用一个银塞下去,一拧就自己可以换电 非常人性化,非常方便的设计 模特名也写在这里,Computron D-Cave Limited Edition 写在底盖上 这一款,它刚刚黏了一张胶纸,我免得全新的 我一按一下就看到时间是5.35分 然后可以按个秒,按个日子出来 然后按第二时区也可以 所以这张标其实真的非常棒 我一看这张标就想起太空船,机械人头 旁边也很漂亮,真是令我叹为观止 我一开始就没什么特别期待 即是看到,还要是,竟然有夜光 原来它旁边的框,这个四方形是有夜光 哇!连旁边那些线也有夜光 这边有,即是另外一边也有夜光 可想而知晚上,如果吸光的走出去 真是超型 还要按下时间,日期,秒 让别人看,哇!真是去派对 简直成为这个全场焦点 非常之吸引 带上我7吋的手腕 这张标真是… 幸好它不是太大 如果太大,就会太过夸张了 现在它也不是太大 戴上手就很舒服 而且带子也不是很重 而且整张标都不是太重 所以很舒适 很特别,非常之强眼 而且它也写着Boulevard和DK的联成 我听闻在美国 你不可以直接走进一间店 买这一款特别的手标 趁这个机会 让大家看看我今天带什么标 就是Hamilton的PSR 即复刻Pulser的版本 这两款是最近推出 引起这个控洞的跳字手标 刚才还没说完 你不可以单单买DK的特别版 而是你要加入DK的元宇宙社区 我留意到好像Boulevard这一款 光是比较厉害的 不过内力好像Hamilton比较厉害的 感觉上 这两款各有各味道 Hamilton这一款PSR 比较多曲线,比较圆远 而Boulevard便走另一个方向,另一个路线 所以月时是完全不同的 虽然跳字都是绿色 之后也是这个摄影标 但其实其他设计很不同 其他设计很不同 一看就知道 这条带也很漂亮 这条带我认为设计不一样 但比较漂亮 就比Hamilton这一款更漂亮 它有Double Pushers 蝴蝶扣,一按就打开 而Boulevard这一款是不能按键的 就是Friction 我觉得大方面 Hamilton是比较漂亮的 至于设计方面 真的很难说 因为太不同了 但功能方面 很明显也是Boulevard優秀 因为它除了有时间、秒 还有第二时区、日期 其实Hamilton这一款 所以功能上一定是Boulevard優秀 这条带是Hamilton一世 而设计便是见仁见智 在历史方面 Hamilton可能胜一筹 因为它是第一只出现的LED手标 但说到价钱 Hamilton这一款定价 尤其是我这个MTX Matrix版本 是$8000左右的定价 而捷就不要说了 总之定价是$8000 而这款保罗华手标 其实定价是$5500 定价也比Hamilton便宜些 所以今天这两款手标 放在一起真的很有意义 因为这两款手标 不漂亮真的算了 还是不要斗了 不如两款都入手便最简单 对吧 好多谢上环的大窗行 借出这一款Boulevard的Computron 给我拍片 好多谢他们 他们也有很多特色的手标 希望大家都继续 好像我之前不同的牌子 支持地区小店 希望大家支持我 如果未订阅 请订阅、Like和留言 对我来说是很大的推动力 我会继续努力 找多些隐世标行 和有趣的手标 和大家聊聊 希望大家都喜欢我今天分享 拜拜